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做的是以前人做的 给人来做的 香港人做的 要去新团地街 我们来到这家百年木巷 他们做的是轮船木滑轮 和律子桶属于木工不同专业 律子盆主要是用木做的 但是要用我们叫做铺盆的技巧 弧道要刨得很好 要用人手刨 刨得直水不流 现在没有人新入行做卖律子 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人做律子款 他叫我们去大埔碰碰运气 终于找到全港唯一会做律子桶的木像 总共做多少个律子 我问你现在总共有多少人卖律子 他以前做律子桶那些 就像油麻地那些 就是拿师傅 现在他没有什么人卖律子 他不需要用的 是吧 他曾经是沽盆的木像 四年多之前 在富善街街市开皮具店 间中帮街坊做些小木具 他那个是差不多我们的兄弟 帮我做过 因为已经找了很久才找到那些木工去做 现在都没有人不肯做 他不是说做不了 做出来围不了皮 至今他做过三个律子桶 都是用油木的原生设计 空城律子桶是用油木的 你知道在街边炒律子那些 用锅炒 那边一火捏起来就会很容易烧 炒木就容易烧些 油木就没那么容易烧 空城一尺就够高了 八寸口就够了 为何炒律子又有口窄一点 下面阔一点 因为保暖 盖上蓋子的暖空气在下面转 然后转转它就会很快 梳小 那些热体的律子就不那么漂亮 不可能要动气的 一定要有这样的斜斜 不是他的锅打不到 我常常用眼力看起来的 差不多 如果你还没刨的时候 是这样的 刨就一直这样 它就一直这样成形 它逢是那个桶 摸了两个桶就不行了 你那个桶打不够紧 它就漏水 打紧的头它就爆 它有一个比赖的 律子桶现在买的不耐 一个多月就准备了 现在的很多密切 梳不到水器 律子会变得轻 好像有小反档 自制方形律子桶 有别于传统设计 原因就是找不到师傅做 你做圆形和做方形是一回事 尺寸不是各方面 你不一样 你就算做家师做得多漂亮 你叫他做桶出来 未必是成功的 你够多少钱 那些是无家宝的 香港那些正式师傅 有千多元一日 你说拿多少钱 店铺除了自家制木器之外 还兼连内地货 坦白说 你用力找不到吃 你自己搅拌一下 就没有心机 那盆都是两个水 那你一天做两个 很辛苦的 要整十个小时 那你做不做 肯定不做 不要说了 我五个儿子 每个都出身 又不需要靠那些来找食 不让别人来问我 跟我什么学师 我说千万不要学习 第一 你跟不上潮流 第二 你学习我们以前那些 那么多工作才做一件事 就有时间搞 正硬识识学 都要两年至三年 才可以做一件事 跟着那个时势 这样找的 不可能你找回学 就是这样 然后做得多漂亮 那就是豪泰 来咯